我们来到第八章的第四段 婚姻离婚和使用教会和好跟纪律的动力等 这本书是1975年出版的 亚当斯说 离婚在新途中越来越普遍 这个说明了 这个和好加上教会纪律是多么的重要 这个动力在处理离婚是关键性的 每一位牧师都必须懂得 怎么面对离婚这个问题 在威明斯的第一代的教授中 John Murray 穆里 他这一本中文翻译的书就是 《再世救赎奇恩》 他英文的最有分量的就是《罗马人数注尸》 是穆里的 不是其他的罗马人数注尸 他也写了一本比较薄的叫做Divorce 离婚1961年 当斯说这本书是很有帮助 但是用途不大 因为还有很多的个案 穆里还没有处理到 但是用上穆里的圣经原则 解离的原则 再加这个教会的和好纪律动力 很多事情都能够得到一个圆满的 解决方法的 我们从哥林多前书第七章开始讨论 穆里很精彩的 亚当斯说很精彩的 诠释了这段经文 首先保罗重新再讲 耶稣基督对两个信徒之间婚姻的教导 只有奸淫或者淫乱 才能够作为解除两个信徒婚姻的原因的 哥林多前书 现在我来读 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第十节和第十一节 我读合合本 至于那些已经嫁娶的 我吩咐他们 其实不是我吩咐 乃是主吩咐 说妻子不可离开丈夫 十一节 若是离开了 不可再嫁 或是人同丈夫和好 丈夫也不可离弃 妻子 进一本 我要吩咐已婚的人 其实不是我 而是主吩咐的 妻子不可离开丈夫 十一节 如果离开了 就不可再嫁 不然就要跟丈夫符合 丈夫也不可离弃 妻子 那保罗这里说 不是我说 乃是主吩咐说的 换言之保罗只不过是重复 主耶稣讲过的话 好了 到了十二节 亚当师说 那现在保罗马上就处理另外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呢 当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是没有讨论过的 现在 保罗是受圣灵的末世 把 耶稣基督对这个 另外一个个案的教导 保罗写下来 那你看 亚当师完全像圣经末世的 哥林多前书也是主耶稣基督的教导 是主耶稣 借助圣灵 末世保罗写下来的 那就是主耶稣基督话 是圣父圣子圣灵的话 主耶稣在地上讲的 马太福音第十五章 第十九章 是耶稣基督话 当然是神的话 那现在主耶稣 的灵 就是第三个位格 透过保罗写下来的 也就是耶稣基督 对教会的吩咐的 主耶稣在第十二节开始 接着保罗所讲的启示呢 是关乎信徒 和非信徒的婚姻 非信徒 若愿意跟信徒继续同住 信徒必须 必须继续 这桩的婚姻呢 我读第十二节 和和本 好 现在我们来读 哥林多前书第七章 十二节和和本 我对其余的人说 不是主说 倘若某地中有不信的妻子 妻子也情愿和他同住 他就不要离弃 妻子 十三节 妻子有不信的丈夫 丈夫也情愿和他同住 他就不要离弃 丈夫 信徒本 十二节 我要对其余的人说 是我说的 不是主说的 倘若某地中有不信的妻子 而他也情愿和他住在一起 他就不要离弃 他 如果妻子有不信的丈夫 而他也情愿和他住在一起 他也不要离弃 丈夫 但是 就是说 因为 这一位配偶 以前是非基督徒 现在是基督徒了 所以不信的那一位 有可能 不再愿意和这个基督徒 同住的 在这种情况之下 保罗的吩咐 神的吩咐是 信徒必须容许 非信徒离开 第十五节 和和本 倘若那不信的人要离去 就由他离去吧 无论是弟兄 是姐妹 欲责 这些这样的事 都不必拘束 那个不必拘束呢 是没有把原意翻出来的 应该是不受捆绑 好 我们来看和和本 如果那不信的要离开 就由他离开吧 在这种情形之下 信主的弟兄和姐妹 都不必勉强 神呼召你们 是要你们和 也没有把原来那个 不受捆绑 不受 不受约束 没有把它翻译出来 在这种情况之下 信徒必须允许 非信徒离开 事情若是如此发展 信徒就不再被约束 The believer is no longer in bondage 不再受捆绑的 墓里的论据很有说服力 这就意味着信徒 不再被这一段的婚约 不受这个约束 可以离婚 可以再婚 主角第九号 圣经的离婚观 包括再婚的权利的 参考生命纪24章一到二节 妇人离开丈夫之后 可以再嫁 主角第九结束 一位 他所写的 著作是很有用的 虽然有一点重复 他说 圣经的离婚概念 不必定的 包括再婚的权利 The biblical idea of divorce or divorce always carries with it the right of remarriage 二 在圣经里 比起英文 更广泛使用 马太十九章第九节 第二 porneia fornication in biblical usage such as in Matthew 99 was used more widely than the English term 我们英文看到的 一般是adultery 或者是中文的奸淫 但是呢 原文是porneia 英文翻成pornication 这两个字 有什么分别 很重要 耶稣保罗用字 一点都不松懈的 adultery这个字 奸淫是指 破坏婚约的行为 譬如说 一个人离婚 耶稣说你在犯奸淫 离婚再婚 在神不允许的范围之内 再婚 你在犯奸淫 就是你在毁 第一段的婚约 离婚再婚 都没有牵涉到 性行为的 是一个毁约 跟再利约 耶稣说是奸淫 淫乱 pornication 这个字呢 是任何 跟性有关的罪行 所以 奸淫 只有结过婚的人 才会犯的 但是全人类都 犯淫乱 明白吗 淫乱 porneia 这个pornography 这个字的自根 英文是 fornication 奸淫 adultery 的相反的概念 它相反词 就是marital faithfulness 就是 对自己的婚约 忠诚 相反 不忠诚 就是奸淫 淫乱不是 所以耶稣是在讲 除了淫乱的缘故 所以淫乱是一个例外 在马太福音 第十九章 第九节 好像我们必须读一读 我们讲很多圣经的教导 要读一读 马太福音 十九章 第九节 我告诉你们 凡修其令取的 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 就是犯奸淫 再读一次 耶稣说 马太十九章第九节 凡修其令取的 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 就是犯奸淫 有人娶那个被修的妇人 也是犯奸淫 娶个女人 没有性行为 但是犯奸淫 因为她对第一次的 那个妇人的第一次的婚约 做了一个破坏性的行为 明白吗 所以 奸淫的相反 是尊重某一个婚约 但是 离婚的 不可离婚的例外 个案就是淫乱 我读新一本 马太十九章第九节 我告诉你们 凡修其令取的 如果不是为妻子不争 就是犯奸淫 她就没有把这个淫乱翻译出来 不晓得为什么新一本在这方面是退步 不是进步 刚才讲了 该丢体说 圣经里讲到离婚 假如有这个可能的话 上帝允许的话 就表示有再婚的权利的 问题是 两位自称是基督徒的夫妻 都不愿意持守婚约 或者没有达成和好 该怎么办 譬如丈夫自称是基督徒 但她不愿意和妻子和好 她可能离弃了她 我多加一句话 我说这个就是个赖皮 她不要妻子又不采取相应的离婚的行动 妻子尝试与她和好 妻子若坚持继续坚持要和好 根据马太十八章 但是用私下的面责不成功 她必须带一两个人同去面责她的丈夫 我们假设妻子已经这样做了 丈夫也拒绝这三四个人 那个时候第三步 妻子就必须正式成交问题给教会 教会最后可能被逼开除丈夫的汇集的 原因是不服权 不是淫乱 是淫乱而不服权 主耶稣说 开除汇集 改变了她的地位 成为外邦人和税吏 换言之 她现在是一个教会以外的人了 马太福音十八章第十七节 第三个步骤 若是不听他们的三十个人 就告诉教会 第四步 若是不听教会 就看她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 如果她不再听 就告诉教会 如果连教会她也不听 就把她看作 教外人和税吏吧 这里一个动词是 Hospare 把她对待为 Treat him as 这就意味着 当教会尽力 劝她和妻子和教会和好 教会这样尽力地劝之后 当然她不听了 就可以上法庭去告她 那你请看 圣经不同的经文完全吻合到 哥林多前书第六章 一到八节 保罗禁止信徒 上法庭彼此控告 但是现在她已经不是基督徒了 那个被开除的人 她不是基督徒了 所以教会可以上法庭 控告她 办理离婚手续 当然是指这个被开除 汇集的那一位 离弃了她的配偶的时候 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教会的判决 导致开除汇集 必须这个判决 必须是在上法庭之前 因为两方都是信徒的话 上法庭是圣经明文禁止的 圣经很微妙的精准 保罗说两个信徒不可以上法庭 那现在教会把一个开除 已经不是基督徒了 还有一个含义在这里 意思就是说 我们不可以鲁莽地行事 教会必须开始 和继续这个和好的过程 必须在整个过程都失败之后 才办法律上的手续 那你说有多长呢 我自己的经验跟尝试 告诉我 不会短过六个月 比较像一年半到两年 因为你教会来处理纪律 就已经第三步了 那你第三步也学很多次了 他可能不要来啊 他可能在一个离开本地 五个小时六个小时飞机的地方啊 他要不要回来见教会 不知道啊 你用email 他会不会不知道 等等啦 所以你就是搞到第一次 当时人见牧师长老 哪怕是zoom 可能已经过了三四个月的 你去尝试去找他 就已经需要几个月 不要说你第一次见面 可能非常的不成功 很紧张 再来第二第三第四次等等等等 所以一年以上是意料中事 不可以鲁莽 因此基督徒有充分的机会考虑自己的行动的后果 才采取行动 那教会也是一样 因为基督徒所采取的行动可能带来更大的负面后果的 教会 如果遵循和好的动力这个原则 希望在大部分的个案都能够达成和好的 当教会忠心地遵守圣经的和好原则的时候 基督往往不会以开除会计结束的 大多数的婚姻不但能够被救回来 假如接受正确的帮助 还能够更彻底地改变 后来的岁月 这桩婚姻可能变得更加的坚强 不过 假如一方拒绝和好 在这些少数的情况下 那一位寻求和好那位信徒 他不必掉在半空 She is not left in a state of limbo 他可以采取一系列的行动 结果若是对方被开除会集 而且弃绝了他这位信徒 他就再没有义务 无限期持守着婚约 有些人是愿意持守 那个是他自己的选择 不是圣经的规定 当一方拒绝和好 而被开除会集的时候 一般他往往会离开信徒 不再同住 或者他离弃 信徒了 条件是这个信徒的配偶 就是犯罪那一方 在整个纪律过程 没有任何悔改 信心的迹象 也被开除了会集 或者 他想要解除婚约 我这经验是 有的是想要解除 很多是赖皮 要拖的 若继续拒绝 基督和教会的权柄 继续拒绝 基督和教会的帮助 最后的结局 就是被开除会集 被开除会集的人 若继续不悔改 教会必须看他是 外邦人和税吏 他的生命 没有任何恩典的迹象 就是没有圣灵工作的迹象 当他被排除在教会以外 若仍然没有 悔改得救的迹象的话 那位信徒 必须要把他当作非信徒 来对待他 意思是 他若在这种情况 离弃了信徒那一方 那信徒就不再被这个婚约 约书的 双方没有这方面 这几方面的期待 也应该不可以 满足对方的要求 不论是经济 或者床上生活 不是就是不是 不是丈夫就是不是丈夫 是就是 不能说 哎呀我们人男生夫妻了 离了婚就当作不离 不离的又当作离 离婚就是离婚 没有离婚就是没有离婚 你结了婚就是结了婚 结了婚还没有离婚 就是结了婚还没有离婚 不是已经离了婚 离了婚就不能说 孩子跟夫妇一样 不可以的 所以信徒就不再被约束了 现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 第十二节开始的 那几节经文 讨论到信徒和非信徒的婚姻 现在这段经文生效了 在婚姻 离婚 在婚的问题上 假如我们加上 和好跟交位纪律的原则 以前看为不能处理的个案 现在百分之九十九都可以处理 我盼望 在大部分的情况 双方都愿意和好 但是那些不愿意悔改的 和好的 需要接受纪律 总之 不会再有 loose ends 不会再有 应该解决 而没有解决的问题的 教会每一次 执行纪律 都必须宣告 他教会的判断 就算是 透过和好 解决了问题 也要宣布 这个非常重要 个案 结束 已经结束了 这个事实 需要记录在 长老会议的 记录本里面 这对双方都很重要 因为多年之后 大家都可以参考 这个长老开会记录 看到当时教会的判断 看到事情已经 圆满的结束 我举个例 我亲眼看到 这个是关于一个牧师 应该是犯奸淫 应该是淋乱 我不知道 具体发生什么事 是在我PCA 洛杉矶的 这个区会的 大概五六年前 有一位牧师 来到我们开会的地方 我们都不认识他的 结果他来 见小组委员 再见 全体的牧师长老 他说 我大概是在二十五年前 被这个区会 因为我的婚姻 就是他失败 我忘记是什么 应该是奸淫 因为我犯罪的缘故 区会就 解除了我牧师的身份 Defrogged 就是牧师那个袍子脱下来 就是说 把他牧师的身份拿走了 之后呢 我服从教会的读导为改 跟我妻子花了多少年 重建我们的婚姻 现在连我们的成年的儿女们 都羡慕我们的婚姻 教会 他不住在洛杉矶了 住在另外一个城市 我说 他说 我的牧师呢 就指派我做一些 欢迎新朋友的工作 换言之 他没有讲到 他也不是在当牧师 他就做一些 一般知识都可以做的事情 现在他来 要求区会 除去牧师头衔的判决 换言之 恢复他的牧师的身份 那我们的书记 查一查 的确有这个案子 在记录里面 应该是也有 他目前的教会的一封信 总之呢 就很欢喜快乐的 恢复了他的牧师的身份 二十多年三十年 记录多么重要 一个人的名誉 不论是男的女的 不论是有犯过淫乱的 或者没有犯过淫乱的 他们的名声 都是需要保护的 保护的 那这个在 死族已经死了之后 的我们 所以我们需要什么 汇集啊 加入教会啊 会议记录啊 这些东西呢 不是多余的 我亲眼看到一个 这么美的一个收藏 所以我们的 苏格兰传统的长老 会是很注重 书记 clerk 这个位置的 教会有牧师是主席 另外一个长老是书记 聚会也有 他不叫主席 叫我们 很毕记 主席这个词 因为我们是来自一个 权力集中的长老 会分出来的 所以我们叫做 召集人 moderator 然后他是每年都选的 每次开会可以换一个的 然后有一个书记 clerk 这个clerk很重要 他把很多的记录 保存得好好的 好 这一段呢 是很活生生的表明 一方面要和好 一方面呢 到了第二步都不成功 要转交给教会 然后呢 教会要负责 去找 方式人 当然 说辅导 劝告了 仍然是从爱心的 劝告开始 来辅导的 最后的才是 惩戒 好 我先停一下 先给各位小组讨论 三分钟 三分钟的讨论的 要讨论的问题是 他说啥 亚当师说啥